今天要來介紹的遊戲是這款2015年就已經出來的 這個《海賊無雙3》 其實早期羅卡在玩這個無雙遊戲只有玩過《三國無雙》 甚至當時只有《三國無雙》跟《戰國無雙》 並存在這個無雙遊戲裡面 就是會有這種很暢快打鬥俗稱的爽Game 在那種壓力大的時候 就是可以拿來揮舞一下 然後輕鬆的可以做一個千人戰這樣子 一個人就可以一夫當官 萬夫莫提 享受那種氣勢那種快感 那這邊《海賊無雙3》其實就如同剛才所說的 他在2015年的時候就已經出來了 那這次移植在Switch上面呢 其實他也給了不少誠意 就是他的這個DLC高達42種 而且啊在這個Switch移植過來的遊戲 大概就是會跟你強調一下豪華版這三個字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一款遊戲呢 就是這一個《海賊無雙3》豪華版 然後呢大家可以先來看一下他的正面的封面 那封面的部分的話就是跟之前的封面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上面這裡多了一個Switch的Logo在上面 然後呢魯夫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熱血 那這次的話《海賊無雙3》 椅子在Switch上面是多了這個豪華版 就是總共多了42種DLC 然後再來我們再來看一下背面的部分 背面的部分這裡有一些遊戲裡面的動畫的畫面 這一張其實羅卡是比較有感覺的 因為這一張呢在很多拼圖啦還是很多周邊上面都會出現 就是這一幕畫面這樣 然後下面這裡有一些《海賊王》的角色 再來下面這邊的話它有寫到這個 TV模式跟平板模式是可以支援一到兩個人 然後在這個攜帶模式之下呢是支援一個人的 再來這邊它有寫到它是支援這個 Pro的手把 然後旁邊這邊這個有光榮的標誌在上面 所以它是正統的無雙系列遊戲 接下來呢我們再來打開裡面來看看 那裡面的部分呢旁邊這裡啊它都有寫到一些 招式跟按鍵的使用方式喔 所以它有印上一些算是簡介的部分 好讓我們在遊戲剛入手的時候 這個操作的方面比較不會有問題 這個貼起來的地方其實下面是有一組序號的 所以羅卡已經特別把它給貼起來了 再來呢遊戲片當然也沒有缺席啦 好那其實《海賊無雙》呢 雖然說它在PS3、PS4還有PC版本上面都有出過 但是羅卡這次算是首次來玩的 那當然網路上有很多這個玩家 比較專業或者比較老的老玩家們都會說 這款遊戲其實一直在這上面可能有一些缺點 有一些優點之類的 那羅卡今天也稍微來分享一下自己的觀點來給大家 看看這一片《海賊無雙》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囉 好那我們現在直接來進入遊戲 好那這個《海賊無雙》的版本呢 應該是全日文的 沒有中文版也沒有英文版 那其實它的畫面呢 真的是完全就是它的 動漫畫的這種風格喔 帶著一點誇張啦 但是還蠻好看的 那其實呢在裡面是可以看到它們的操作方式 操作方式它這個裡面都會教 就是要按什麼按鈕 然後會出現什麼的連續技 可以接什麼樣的招出來 好但是太多了 所以管它的 懂得怎麼按就好了 那我們就出發啦 無雙的遊戲啊 就是在這種非常多的這個 敵人迎面而來 再一口氣把它們給打敗這樣 這種感覺真的是超棒的 非常的舒壓 而且它的右下角這個KO術啊 就是跟這個三國無雙啊 戰國無雙都很像 那在這個部分呢 它都可以累積非常多的KO術 這個KO術就是整個都爽而已 第一個這個任務的話 好像是要把這個索隆給救出來 那在途中呢 其實就跟三國無雙遊戲幾乎是一樣的 因為它會有一些這個任務的變更 那我們就要隨著這個遊戲的進度呢 勝利條件啦 還有要執行的任務呢 去把它完成 才會把接下來的劇情給生出來 好那現在我們就照著這個話叉叉的計較下去啦 這個我很喜歡用這一招 雖然這一招不知道是不是很強 但是感覺就是蠻爽的 這感覺真的非常好 攻擊力好像也蠻不錯的 非常喜歡這種海賊王熱血的感覺 因為這款遊戲就是 每個角色都有很鮮明的個性 然後非常的熱血 KO術越多感覺越開心 不過現在有時間限制 所以要趕快跑 不然等一下應該是會Game Over 這個就是要非常的無腦 暢快的把所有的這個敵人 一擊必殺 把我們全部打死 好那既然已經拿到帥氣的索隆 一定也要來玩一下這個 索隆三刀流 其實這個真的蠻厲害的 用嘴巴咬著劍都可以砍人 好看看索隆的招式如何 一次三把就是厲害 然後呢因為這個無雙遊戲 其實他在一開始的這個延續劑 並不會有那麼多 所以要邊玩邊把角色升級之後呢 他才會有越來越多的這個 延續劑可以接 然後當然越來越後面的延續劑 也會越來越華麗 好這個是 有型劑嗎還是爆氣 好輕鬆把它給打敗了 好的現在玩完這個海賊無雙呢 其實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感想 就是其實這個無雙遊戲呢 在上班或者是上課的壓力之後來玩 真的是非常的舒暢 雖然說他沒有像這個三國無雙 其實羅卡本人是比較喜歡三國無雙的三代 因為我覺得三代在這個音效方面 我覺得比較恰到好處 會有比較多那種重低音的那種打擊快感 因為其實我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除了畫面重要以外 聲音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種刺激感官的元素 然後這個海賊無雙呢 在玩下來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酥壓療癒 有時候有一點不愉快 就是在現實生活中有一些不愉快 在這個三國無雙或者是海賊無雙 或者是整個無雙系列的遊戲座裡面 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壓力釋放 網路上面其實有很多在討論這個 這個優點跟缺點的部分 雖然椅子在Switch是目前為止最後的一個版本 而且也號稱這個叫做豪華版 優點的話就是他給了非常多的誠意 這次高達42個DLC增加他的這個可玩性 那缺點的部分呢 就很多玩家來說就是他的這個畫面 雖然中在TV模式也有到達1080p的4HD的模式 1920x1080 但是呢他的這個畫面呢 只有30格的FPS 並沒有到達像PS3或者是PS4的60FPS 那在流暢程度呢 當然是會有一點點的這個差異性 那我覺得在玩這種遊戲呢 除了畫面會有一點點要求以外 當然音效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剛才試玩的狀況之下呢 是覺得這個音效算還不錯啦 就是在打鬥的時候呢 會有一點點暢快的感覺 包括他的這個日文的語音喔 那種配音那種情緒高昂激抗的感覺啊 我覺得比較有那種原作裡面 或者是動畫漫畫裡面的 搭配人物角色在當下的情緒那種氛圍那種感覺啊 然後呢有很多人也有說到說 這裡面呢這個動作的部分啊 並沒有到那麼流暢 可以非常的痛快的去打敵人 其實網路上也有玩家分享說 這個白鬍子呢 只要你用了這一隻白鬍子 大概就可以享受一夫當官萬富莫敵 超級爽快的感覺 可能就跟三國五雙裡面的呂布有相同的意義啦 最後呢羅卡前幾天有看了 Jermaine的一個影片是在 分享這個iPhone X的影片喔 然後他裡面有提到說 很多網路上面的評價算是非常的兩極化 有人說iPhone X非常的好非常的棒 也有人說iPhone X其實換起來沒有太大的感覺 沒有那種特別新的那種創意啊 那種特別新鮮的感覺在裡面喔 然後這個Jermaine有稍微分享一下他的新的 他是屬於一個每一年推出新款的時候 他都會更新iPhone的這個使用者 然後呢他就會覺得說 從iPhone 7 Plus更新到iPhone X 其實差一些不大 但是網路上他發現說有很多玩家呢 是從這個iPhone 5或者iPhone 6 然後直接提升到iPhone X 這時候就會感覺到呢 iPhone X真的非常的好用 如果說在這種兩三年以上的啊 然後突然用了現在新出的手機 跟每一年頻繁更新手機的這種狀況之下來比較的話 兩三年以上 換一次手機的會對這個新的手機非常有感 那我覺得這理論呢也相同套用在這個移植的遊戲之下 因為像羅卡玩的是這種好幾年前的三國無雙遊戲喔 最後一代應該是三國無雙6吧 電腦版的就是PC版本 然後呢現在接到這個 Switch的海賊武雙 那中間又有空掉這個PS3跟PS4的版本 現在在玩這個海賊武雙的就會覺得說 其實畫面跟打鬥整體的動作來說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還蠻能讓我盡情的這個沙底暢快的紓壓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如果說你是有PS4的這個玩家 或者是PS3的玩家呢 可能這款遊戲並沒有辦法滿足您太大的要求 因為其實如果要玩這種比較舊的一隻作品的話 不如回去買這個PS3或PS4的片子 羅卡相信會更經濟實惠 那如果說是Switch的玩家 就是只有專注於Switch主機的玩家呢 如果喜歡這種爽game的話 可以去把它買回來試試看 體驗一下這種無雙系統的暢快打鬥 更多豐富經驗的玩家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自己的心得 可以讓更多可能想要入手的玩家 都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資訊 好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has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 超級快樂 我們下次見